说实话,在网上下一个提没劲 没有比赛下的有意思 比赛下要刺激,然后还 怎么说呢,就比较较劲 在网上下不是 第七名 厉害 要不太强,要不太弱 待会摆一下吧 复盘 简单的回答一下大家的 疑问 比如说奇规 奇规那个是很明显 对方这个基本是要举霸 对方这个基本是要举霸 这次比赛出了几次手滑的情况 应该有过几次 对 吕赵那场 那个G8退3人白打底相 感觉 是晃了 但我不知道他本意是要走的吗 对不起 东西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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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滑也不能会席 对方不会同意的 这就是一个大套路 嗯 有没有回去学习 当然有 因为系统设置就是用的我们这个天天象棋的这个天天象 有是有 但是好像说 反正是点肯定是不好使 我也感觉郑维同那盘棋不认输应该是想等我点击 如果是棋盘下的话我觉得那个应该也认识了 那会他有一个马炮 挂了个中炮 当时马三进四叫我杀的时候我平均手累 那个内部的棋挺危险的 如果不小心点成这个G1平3或者G1平5 那就杀了 那就立马杀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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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再想买一进三 不对 吃足了没什么手段 只不如同这版级其实下的质量都还可以 炮四进三没用 炮四进三的才有忠实 我七路炮走开 它在马九进七 准备那个啥 举 好久 它就没用了 从哪儿去呢 有来这个ID挺牛 怎么位数这么少 应该不会打错 马七进五 看来不能马七进 马七退五 只能吃炮了 炮走别的 它马五退六 然后将来马九进七 反正下还能下 不会马上崩溃 但是肯定是不太好 马九进七 它将来居酒平七 一百多分不很正常吗 两三百分也正常 现在还不至于 还能再顶一顶 G508 它马九进七吧 好像也没用 我跳完马 在财火 在马九 G508 差不多 次序 有点小差别 好像区别不大 黄七优是不明显 应该说 但肯定还是红的好 那他准备 反正我POSE平三 他就跳嘛 先回一下 这次争夺还是挺激烈的 我会碰到的 这个签抽的也运气一般 有可能 就是说下得好的话 是要连队中文童 蒋川弄辰的 如果蒋川意外出局了呢 就相换了一个许国义 相对这个对手名气 没这么大 但是 下下来也是 不是不会很轻松 是 在年轻的里边 应该是他们三个 胜利跟我最接近 还真的是 基本上都是多赢 不超过三盘子 是不是 好像郑维同 孟辰和蒋川 可能我都是多赢 一两盘吧 多赢两盘 差不多 多赢三盘子 多赢正为童有这么多吗 马七进五 他马三退四 多赢小赢六盘 主要因为下的多 下的多就有赢的多 但实际上 胜率的话 应该差不多 因为合的更多 现在只能对局了 感觉 对局是稳亏 对完局人家属性六 这个琴很苦 他居久间 感觉是危险 感觉是危险 我大概相当于十 十五层软件 有没有 都费劲 直接把三退一了 烧两盘 有没有 是人有的时候能下注40层的 但是有时候下注就是负的 直接就完蛋了 人确实发挥起伏比较大 你就连着下注几步四五十层的招 有可能你一步就直接全都给你送过去 马击进八的浸泡 快点马五配三 反正就是苦顶苦顶 能顶合就顶合顶不合就拉倒 好像这样输了 是不是要输 他就是一打G 我回马他打掉 我G吃他马踩 我G吃他的G9推二给我拉住 泡八进三是 也不知道他在这装啥呢 我都看出来了 泡八平六 G6平四 他一换再G9推二一拉 我这个鞋好像动不了 对啊 财产杯四次被这么一种淘汰了 那已经去年 其实机会还不错 去年下的还行 第一盘赢了 结果后两盘全都输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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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输 这怎么了 以后只能弃赛了 连着输五次 这个心理的打击 确实还是比较明显 吃 吃 G9推二我是输了 吃 我客串讲棋就是我 因为思路比较多嘛 所以 对于就是说 大家如果是看棋的话 就不要 就我讲的比较合适 如果听聊天的话呢 可能就 就其他的 他输了 生不着根 下不期向其进五就没了 对 居马兵就不坚持了吧 刚好过瘟 刚好输 看个摆摆棋吧 就简单给大家回顾一下 一个是中威虫那盘 而且正好大家用软件也给我指点指点,这个棋应该怎么走 这个开局还是比较流行的 这个棋我在网上也下不着 压住 今天像棋有棋谱吗?我不知道 马二进一,这里应该走的对 我这里G1平2是不是走的 当时我凭感觉走 我这里不是怎么样 因为我看他点下来 我因为是快期 第一反应也没明白他是想干嘛 我以为他要走马三进四 后来走完G1平2 发现他有一个G2平3 直接马一进三 那他应该是马三进四吧 反正回头我 我这里不用软件摆 主要是也是 这个小样子 自己思考一下 然后大家交流一下思路 他有什么飞刀吗 是我也想的不是啊 其实我G1平2走完 我有点后 感觉是不是应该补试 在这个期 我如果补试他想干什么呢 他估计是要跳马 因为他不可能给我向三进五进一平四出 那我怎么走 再马 这也是 因为快期当时 这四分钟啊 没有什么时间构思 这个题 一般就看第一反应 第一反应 好向天的游乐 基本上这番金鱼就白白了 咳 G3推2 他感觉不太情愿 这个走不出来 G3推2 这有点委屈 马一进三呢 他马三进四 我再马三进四 他会不会马四进六 还是怎么走 他有没有G2平六的起 嗯 我感觉他肯定是有 后续的手段 我妈踩的相机是怎么样 是吧 我打了他在马四进六 但黑的应该也不亏啊 补一个试 或者最简单的给他打 打了那么他就马四进六 我去3平时得够吃 吃回去 我觉得他应该是研究过 对吧 先不是 如果我这个时候我下的话 我肯定是4 6剧 作为和其黑胜来说 好像黑其还可以吧 马四进六 等我G1 我就G3推2 好像也无大碍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他设计的方向 我这么走 他如果跳下来 我这么走他如果跳下来 G2平3软件推进炮3 推1 实际上不是怎么说呢 那我只能G1平2了 G1平2 好奇啊 感觉G1平2 发展空间比较大 这个奇没研究过走不出来 我估计人走就走G1平2 我看看说的哪里破3D 我先看啊 初居其实是有点不太满意 可以笑 不是 哪走破3D 有没明白 G1平2 就是怕他炮6进5 那当然我想炮6进5嘛 大不了我就马一进三个的炸 这个奇异 反正这个思路我倒是有 你如果打了 我就马三进4 但我也没想到 他走了一个马三进4 G2进4 哦哦明白了明白了 这里走破3D 当时没往这多想 炮3退1其实也不难理解 炮3退1之后就容易理解 首先他如果狙吃马的话 这个奇异 明显就散了嘛 他这个红刚炮流进5周 最厉害就在于 下部要炮6平3打 然后打中兵 击溃你的阵型 我当时想过G2平6 G2平6感觉 时间就要崩塌了 这起 再一枪之势 再一出狙 出将 再一聚将 反正这棋基本上就进入他的节奏 将来什么聚将炮打势 基本上就 就白给了 炮3退1是一个好的思路 像我刚才说的 刚才就有 但是因为快气货也判断不清 他多走了一个马三进4 这个奇异 感觉肯定是红方力量更大 那如果说这里刚才直接炮6进 我肯定是马一进4 他打罗马三进4 这个奇异我肯定满意 这样的话 他这个籽不好保 他这个马往哪跑 我的G2进8点的 他要不 不跑的话 我将来 反正马把中兵看住了 这个奇异红的没攻势 马三进4 这部奇异走的 还是蛮用考验 我G2进4 对 炮6进5 点一下就被他击毙了 那这么走呢 吃吃 应该说感觉局势 比较 还是比较 复杂 当时我也没看出 他有什么太好的气 因为总感觉 他这个马是不能跑 马跑的话 看一眼 这里还赶走马7退5 这里马7退5 我是不是还是G2进4 马7退5 点了 说什么气 打一枪踩了踩了再点 是不是不行 可能快一些我就只能那么走 马4进6 嗯 那马7退我走 谁 那我应该怎么走 不是 太慢了吧 G2平6 嗯 G2平6是一个思路 G2平6将来马4进2 股市 你要下慢棋 我有可能股市 那快棋 我估计不是G2进6 就是G2进4 反正就看你的一步棋的方向 啊 G2进4他马4进6 打我中边杀我 那就得G2平6 对 G2平6怎么样 G3 打了G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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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3 还没有这个鞋G3 G3 啊 不吃吧 直接跳 哦,直接挑这么厉害 对,有道理 所以说,其实也不是我在讲其他 就是其实是跟大家一起看 我只是讲一些我当时在想法 那他没冒险做马七推五 那确实肯定是有多马四进五 这样马四进五的话 我只有踩炮 他飞掉 用哪个飞我也不知道 打掉 可能还是要做马五推六 我才G2平三 这样的话,他是不是只有化呢 因为他 或者他现在走一个G3平四 G3平四感觉也不好 就黑方下一步G3平四 红的很难受啊 感觉红的也没什么起 可能还是一个交换 比实战多飞一手相可挺好很多了 实战等于这个时候该黑的走 这样的话,换了就是红方略好 但是不够赢 下五G3平四的受不了 那他这个棋走到这儿 我感觉 也只能马蚁中兵 那说明我这么走 还是比较简洁明快 马七推五 我确实如果给我G2平六一顶 肯定就是胜负手 马七推五 那G2进四呢 他就赢了 G2平六他可能就差了 打中兵估计是怎么说呢 不知道是普及错了 还是怎么 还是出现错觉了 这打中兵肯定是不如马彩兵 明显是少了一步 当时他马五推六 好像走得蛮有信心的 但我G2平三一走 很明显这个棋黑的不错 这红的得不了紫 这个棋就等于白忙活了 对吧 只有换 正常下的话只有换 你现在向三进五也好 向七进五也好 都有问题 向三进五 我G3平四一抓 将来后久近是挺厉害的 像七进五等于后边就是我的这个表演时间 这几步 这一点肯定是立于不败 估计要赢 因为现在要绝杀嘛 浸泡瓶绝杀 但如果不是也不行 不是我当然打算走炮三平二 或者G3平二都行 炮三平二一叫 再平击一顶嘛 下走当然也不一定是最精确啊 但是肯定是有盈无输了 不是肯定没了 这一顶怎么走 没法走 G9平八我炮二平一 你这个排狙的话 我下敌你受不了 而且还有打冰冰 乱七八糟 你如果平狙抓更不行了 平狙抓一吃 吃吃吃 吃吃 再抓炮炮就抓死了 这些红的合了算赢 都不一定合得了 当时我是这么考虑的 就感觉一点之后 红的没法硬 就是和其黑胜的话 那基本上等于赢了 他走了一个G3平八 这个G3平八 我要严谨点 我直接打冰冰 他是不是输得更脆 我进底炮也行 但我这个打冰冰 他是不是更难走 这个 眼瞅着不知道怎么守 两边漏风 就如果下慢棋的话 这样会不会更含蓄 浸泡也对 浸泡也对 浸泡打势比较直观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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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后来想这样 是不是就 赢得比较脆 吃 吃 这样是不是就没了 我下完之后 我再想这个棋 这样他就守不住 只能把四切六了 马四切六 那就等于交了 但当时想着 反正就算杀不了 也可能输不了 我平均一顶 他宝 其实我这样还是应该吃 吃 但我吃 我当时想他 狙九平六 狙九平六也没用 我这个狙他也对不死 对死也不怕 我这边狙 我这打冰冰 我这也用手了 对吧 对吧 这个局 他对局也没用 对局我就退一下 顺便抓个炮 将来一僵 被分局就绝杀了 这就没有辈呢 当时我也觉得他守不了 我想打冰冰实在不行 炮酒退一 他跑进去了 他现在没跑进去 因为我想现在不能进 进一进 晨炮一将 他先送了个冰 他这些小手段还是 蛮多的 这样就啰嗦 这样呢 可能迎起又遥远了 但是和是没什么问题 我要严谨点 应该先进 我感觉 是不是 先将他飞向我再冲 我先冲他飞了 其实我原来最保守 我想炮酒退一算 什么招都没有 炮酒退一他也没了 他只能鞠酒瓶四 那想了想不太便宜 这样感觉有点太呆了 鞠酒瓶七肯定也是 肯定也是黑得好 但我一将呢 将军 再回事 这样他好像能走一走 当时我还没想好怎么杀 如果是慢棋的话 慢慢想肯定可能杀了 快棋的话 有可能我这个里 我当时在想这里怎么走 G4平6 他马斯退5 嗯 他应该回事 回事还有的下 我知了他飞的变向 飞变向就走不了 是吧 这样我好像还没马上演 看一样 G4平6 咱马斯退5 在G6平4这个棋子 适不适应 慢慢想肯定是想得到的 因为他这里不能马斯退3 马斯退3我G6平7 那他肯定瞬间就崩了 也没崩 他可以对居啊 对居 那马斯退3好点 对3我可能杀不死他 G6平7对居 我砍马 那还是好点有限 好点 那如果那会我下肯定就走这个 你对居我就给你剁了 反正是 有赢无输 那合的算赢了 这些红的合还有点飞进 那我们看这个棋最严谨的怎么走 如果这样的话 他退底 是哪个G右抗 一定退哪个G 应该可以退这个G吧 这能杀吗 退这个G我再抓他 再抓他抓我炮 罗索 后出马上怎么赢了 G4平6 他马斯退3 你在G3平7 那不感觉很慢 打势不够吧 打势不够吧 打势 G3平4 他G9平5 哦 打 G3平6 这个思路不太容易想到 还有个打势 在G3平6就赢了 那看来G6平3是最好的手段 G6平3是最好的手段 G4平6就啰嗦一些 但他向三级一就简单了 G6平3或者G6平8 我感觉他都不行 G6平3晃一下 我当时看见他 已经没法走了 马斯退5我是G3平8 反正你走啥我都是G3平8 下试G3平8更输了 走出这步就知道他已经没有机会了 可他也没法守 因为你退马什么的 G4平6一步就没了 平这个等于G都不要了 我后来想试试 怎么G8推2都没走 G8推2白吃一个G 当然我看着这样也行 这样G也没了 G没了嘛 反正已经赢得慢点 但是肯定是不会输了 他也没补试 过来 把G换了 那这个期我以为就买不用走 我走的也不细 走的个什么 应该先提一家 江也没提 先退回 走的啥 就这里 当时那边又 就这个期 唯一的危险就在这 当时时间也多 还有一分多钟 时间也没了 就这步 当时我想出将 我想平G不是更好吗 但点到G的时候 我想到了 这个期 G如果点错地 那就完蛋了 给了对方一个 偷袭的机会 因为你如果人下的话 这期盘下 永远不可能点放错地 最多是什么打乱棋子啊 什么之类的 但是拿这个点 还好这次没点错 这步骑要点错了 直接把那平板砸了 这心中 拿笔点其实也差不多 真点 这样你命里有点错 那你必须错 只要这步骑走上 那就红旗就没有任何的机会 这会儿再点错 都没事 这个棋就是这么一个状况 对啊 点错一个格很正常 点错一个格 那就等于是 一个天上 一个地下 就就没了 跟孟辰的棋呢 其实 主要就是 其实 第一盘我没下好 第二盘他没下好 其实主要就是一个棋规的问题 当然说 顺便看一下这个棋优势的时候 应该怎么把握 吃 这个棋感觉他开局走错了 他马上挖进七 但我这么一抓 已经没那么掀手 到这里他也明显停顿了半天 停顿了半天 他也没看出什么棋 因为这个棋一联赛的时候 你让这棉格汪洋下回他 其实他应该有了解 而且后走这个向三进五 这路变化 其实是他最早走的 是就是走得太快了 然后走到这里 已经是不太好 收手 因为这个兵肯定是不能要了 因为你这里比如说你 兵七平六 黑方有一个 聚八平四 这一抓红的一下就不好 有兵还是丢 反正都是丢 你如果马七进六呢 这样一吃 下部要进去抓 你如果打了聚八平四 你抓这个棋红的 也很不理性 是这个棋肯定是浦旺了 不然的话 跟我第一盘棋犯的错误差不多 第一盘棋也是开局速亏 他这个聚一平二 也是当时不知道走啥 但是快棋呢 又不允许你细想 就是马七进六也不好 平兵也不好 索性就对了个局 对了个局呢 黑方如果这里在平局呢 反而没味道 一个是他黑不适 另外一个呢 他跟你换完之后 冰七平八 这棋黑的反而就麻烦了 也不是说黑的差 黑的形式也可以 但是呢 像赢这个棋就非常困难 所以说这个下棋和平时摆棋是完全两码事 比赛压力真的有可能会压得人头脑一片空白 我第一盘就有点空白 他这个第二盘是空白的基本上 这样一换完明显下一步一进鞠 鞠压这个黑红的很难受 那马七进六这个棋应该说也是巨亏啊 马六进四可能是不是能稍微强烈 可能比实战走法稍微强烈 打了我感觉这个棋红的太太太委屈了 走G912 是我这棋要正常下 我就可能把他底线给他干了 我也不知道当时为什么没干 走个G7平3 我就宰相他就马上进3了 后来我想我就走个炮9平8又能怎么着呢 我也不知道红的有啥起意义 平3正招吗 破击平8他G9平7 对好像也不一定 也有一些纠缠 也没那么简单 这个棋还得再审审 第一赶吃相 吃相他玩一进3 觉得这没啥味道 然后就是相我推3 那当时我感觉G7平3更好 我知道我吃相是这样想的 吃 回相他肯定是马三进4吧 估计是马三进4 反正他这个棋也守不了 我怎么走G7退5吗 慢慢想的话 这个棋肯定是黑的是容易把握的 直接打冰冰啊 这么猛的吗 打冰冰他不是马四进2吗 我觉得G7退5也挺好 G9平6 G9平6 我再打边边吗 肯定是 感觉应该是吃完再回相 其实如果 拨杀的话还是应该这么早 我觉得 看不出红的有什么好奇 嗯 载中兵肯定不行 换完了G7平5呢 红子就碎 只能G9平6 这么下 看我觉得这样比实战 应该黑帮机会要大 我这G7平3应该说也不是错 但是他G9平8之后 我这点是不是走得不对 我这个向5退3 给他向7进去 我一飞 我肯定是不太满意 我载底线我就怕他G8进5 我是不是还应该给他底线来载 载到G8进5 我马七退5 我不行 所以这个奇异 回过头来 也不复杂 嗯 也逼定 马七退5也不一定好 抓我 他在G1进1或者退1吧 感觉进1好点 退1我马五进3了 那进1我又打他也不行 他只能退1 那么发展 或者我就马五进7也行 这样下我感觉比实战优势大 但他马二进3 也不好说 也不是说直接这个奇异结束 感觉没有他第一盘对我那个优势那么大 似乎 G3退4或者退5吧 然后他打中兵 黑棋肯定是好 但是 没有好到 必胜的那种 打马 怎么打马 炮酒平7 那能行吗 马三进4赶着往上走 马三进4赶着往上走 优势有多明显 关键 是吧 也没有太明显 他这几步棋走的还是好 我回向这步棋更 感觉这会优势已经缩水了 他什么炮5平3这会我感觉他都可以走 嗯 炮5平3的飞向也是可以考虑的 飞边向应该也不是不行 飞3平7 那这会肯定不愿意再炮5平3了 再飞这个 我既然来了嘛 也肯定要点下来 这里炮5平3应该也是对 下 78平4 公主 这里他应该是不愿意居四退一对居 他觉得太苦了 确实是挺苦 这个残棋 红的俩边向又少一个边 太难射 所以他走着打掉 打掉这个皮 虽然说黑的挺结实 但是也没有想象那么大U 这个边边感觉是必须得打 看去四进一 后九退一 马四进六 那其实当时控制的不太好 感觉 优势是优势 但是也不知道怎么走 就是说 最准确 因为炮9平8感觉没什么用 炮9平8人家就支个市 或者就先马六进7 然后再支个市 这边撑足是吗 撑足我怕不够赢啊 我怕他跳上来 或者抓我炮上 跳上来 跳上来打了打换了 我怕不够赢 他不可能飞我 要不然他就走居士进3 居士进3 感觉是要点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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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扩签呢 我先收拾 泡几对一不好吧 对,有一招屏中居浆确实是居气推移吧 感觉是居气推移 那不哪个示范那么多池气 感觉是这样容易控制 这样一抓是低反应 但后来也想,不管是哪个相 他蹦进去 蹦进去,你居酒瓶三手,他这么一咔 他抓别的没用,我退去憋的 他这么一咔 这个作为后手方 也不是很满意啊 冰线给他杀通了 感觉这样 搞不好还 还不一定谁赢啊 当然形式黑方是不会差 但是 感觉不太好把握 哦,还有相机,对啊,还有相机有进漆呢 我心肯没怎么走 先浆一下 浆了,肯定是鼓这个事 没用 对吧 但是我飞向也有飞向的问题 就是他这么一抓 要抓的当时我有点头大 走别的我都不怕 这也只能退一步,没有别地可去 居士平熙可能走的不够严谨 当然得他先下几套 这我怎么办 我也没想好 下一步去居士平熙 这怎么不赢啊 反正不太好困住 当时我跑鞋推移的时候 我就挺怕的这样下 对,我也想过上将的事 不仅仅上将 哎呦 那感觉好像优 这优势不明显 居士平移啊 刷相 能吃我相 什么时候先给,什么时候给将 等个次学心 你 项目太猜了 一边我才试四季 焦炸 这一边我才试诞进我 将军 比起平一吃相,那还这么行 但我走不出来 大概率走不出来 吃 我这个 在16级我肯定是在吃相 那边我居903过来是先生 那他应该也不好 吃两相再说 待会儿足夕级一把他拿给他逼对 不太容易走 居四平息我就相对简单了 这样我就简单了 这样我是明显 怎么说呢 明显好控制 这几步我觉得走得都还行 直接拱足他有居五平三 肯定是不行 先抓他试一试应手 我当时以为他在马其进 马其进我居将 他知识为吃 五平三 我再招七平六 我感觉这样我是肯定是占优 嗯 居一平三走得不对吗 怎么走得最好 直接看向 是吧 是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想 这相是可以直接吃 山姜 京军 山姜在吃相 实战我抓呢 是我看了一眼破九平七 但我想破九平七 我再吃 也差不多 其实他破七退三 这里有肯定是优势啊 那当时走离破九平八 破九平八 臭气 什么事应该先破九平七 除了破九平七 有更好的情 阿师没觉得破九平七这么稳 这么稳妥 破九平八 确实没什么道理 是应该破九平七 本来 本来我想屏幕过来 对当时我看他应该走这个 他这不 走这个 大老平这个 走这个我有姜 是吧 走这个也不 这么看也不 可以姜 姜完再来这 还是有这个旗 他走的姜 我可以向 这里他应该怎么走 他主要是炮五退不了二 炮推二能退五 就完了 他马七进五是不行的 我不应该陈炮江 那这个旗应该怎么走呢 去二平四 直接守得 因为是快起嘛 他这个跳进来也是正常的反 但确实我这么一枪 再这么一过 再炮七平六一收 这样感觉黑的就 基本上要赢了 这里有什么一击毕命的手法 没有一击毕命的手法 就足齐 足齐进一不行 白菜 炮二退三 嗯 炮二退三是不是就没了 不对啊 炮二退三 去二进二 不能走 炮二退三 你没了 你叫人家砍炮了 砍炮五进三 也是 多少有那一点点变化 在居五瓶酒 这么迂回的吗 炮二退一 他走 什么来着 也可以吧 我感觉炮二退一好保 但炮二退一 他还是来着 也不行 也一般 进三他不是知识吗 怎么着你要破他个试啊 这会儿肯定是不满意于 吃个试 吃个试 优势也是优势 但是不满意 炮二退一的去二进二 你不还得退吗 也没什么太好把握的 但我肯定是应该居姜 我这炮姜也啰嗦 京军 知识其实也行 知识我也没什么招 我可能还得下底 反正就 炖刀割肉了 这期爱怎么着怎么着了 下个一句他就马五进七呗 贯彻之前的思路 是不是还能走一走 炮西退二的知识 我倒是想过炮西退二 有用吗 不是 他15进四 不是想过炮西退二 这不好控制 感觉这个棋 就不干净 还 居姜吃事是什么 走着可以这么走 当时感觉这样不太满意 当然说也可能只能这么走 是吧 也没有什么更好的招了 我想知道这个时候软件 打分多少分 有两百分吗 因为人下这个棋 其实 不觉得这个棋 特别容易 上帅可能是略为旋软件的 这不退居也不一定是好奇 你当时也不会了 就是一个单纯的牵制它 它这个机反正大家时间都不多了 这么一屏 它不敢做出 做出应该是 应该是我快了 反正也乱七八糟 他这边不好解 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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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对杀快一步 看是不是 居酒进一 他坐下来 我还在想这个问题是谁厉害 炮7屏8,打局 哦,有个炮8屏9 哦,对,这样他应该不行 对,打局5,快一步 还平均,不管平哪儿吧 我也交给炮8屏9,状况值得是大 我当时看他只有挡我 他只有挡我,挡我再炮8屏6 反正他还是不好走 他这个马跳不开,马炮反正挤在这里 反正我虽然说 我这里也没看出啥棋 那反正有什么耗儿呗 啊,这里可能他觉得马武锦7的机会来了 是啊 是啊 我这样,我退炮我感觉我走的挺好的 这一退炮他基本上碎 主要摔5屏4这个点被我控制住 是吧,如果给他摔5屏4出来的这个体验还如果损 炮8屏6更好 主要我就是炮了,我想在家里防守 我想到前面这个炮骚扰了一下 然后把冰吃了,后边炮在这儿防守 8屏6处飞看清楚了 一击毙命 是,看清楚了就一击毙命 看不清就是直接对方毙 这样就赢了,这样我知道赢了 这样就不要走花头 不要走这个,点错了 不要走花头,不要走这里 走这里,先弃后不取 这个就尴尬 当时我平局平了一张,本来是想 看看有没有退局抓,后来一看没有 没有还是挡住 挡住退炮,这里很明显 这里是要抽市 大家一直在问为什么这个 红旗要变招 这个道理很明显 首先黑方进炮这个棋肯定是 包括退炮 这两部棋都是闲招 红方进鱼江也不用说 这部退局明显是要吃市 你不能说他下一步不马上吃就是不吃 但是他是带江之后的连贯动作 对吧 这个如果说这个不算吃的话 像那种有底炮 然后平局过来准备抽籽的 那像那种其实他都不算吃 那这个规则不就乱套了 吃足不算 这个除了没过河 但他吃事项是算的 我一个是没有 那是一个是没有 这旗下毕竟敢进攻了 六路市没有 六路市没有 那就得想办法变招了 那我得变 当然我变这个棋也不是不能变 红的现在 有一个居香在马其进武的手段 没有六路市这棋算闲 G2T2算闲 假如说我这个鞋要变招 我能不能这样 我也在想一个问题 但我看不行 他有这个 这不行 这就是花头 都不能搞这些花头 我要变招怎么变 对 鱼姜在守这个力 可以 但是我浸泡不是就更好 因为肯定是这个蛋子泡把它守死了 手死了 关键他还要变招 他是没得变 这个棋红的变就倒是输了 下部棋黑的平局一将的装马 无论这个棋红的变招走什么都不行 就是这么一个棋 第三盘等于是走了一个大漏洞 巨大的漏招开局 等于让我炮打足之后立马就行了 好 那我们就先接着 嗯 第三盘就不用看了 第三盘主要是漏洞太大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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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这个炮 还是个什么 还是个兵还麻烦 跑一退三 跳马 哄冰 就这几步 净军 对方挺带劲 哪些净军 杀石说杰奇比我强 是有可能 曾记否 人刚说要教教我杰奇 结果不也是跟我 也没占着便宜吗 杰奇啊 谁也不好说比谁强多少 跟人刚下那会儿 确实我杰奇还不那么厉害 但也马马虎虎的 他也不能说包杀我 尤其就下两分了 怎么又回来了 赶紧赌一个 又是一个 太傻了 现在肯定是比当时要厉害 很被动 当时接八差不多 现在应该是接九 现在向五进三 回到现前千万 ography 马六进到 又是第一个 也不好 再说明映 这什么意思 这什么意思 追换呢 马上 怎么这不出来个像 我真他妈醉 我真是 我真是